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多謝高仁先》第九十七集 我是高仁 沈先生 今集講兩套 主要講兩套 基本上都是他們 其實都是期待已久的 其中一套就變成了Fresh上面的熱話 是 全民笑柄 可以說是 兩套都是Fresh的熱話 一套是吵架的 一套是我不說你入場看 很有趣的 現在Fresh變成推人入場的一個平台 先講一套大家都覺得好看的 哪一套呢 究竟哪一套大家覺得好看呢 就是The Substance 原美物質 迪美摩亞主演 就是一套很直接的身體恐怖片 其實沒有這種很強的感覺 因為它是剪得很… 很藝術形式的 我會形容為 是一套有條計劃 肯定現在普遍觀眾會受的 那條計劃會引到你會想入場了解 有點像整容液那些感覺 對… 因為看導演時你會覺得他應該是整容液 對於自己 對於那個… 你看到迪美摩亞在鏡面前面照片 那些導演上面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告訴你他對於自己年紀老去美貌的那種恐懼 你會覺得他是恐懼 普通恐懼片 我會想起皮下脂肪 艾毛杜華那一套 整個人整容那一套 那一套 感覺那一套 對 就是那一套 你會以為是那一套 或者是賣竅的 那一套剪得很濕透 我想說為什麼所有人都說 你入場看 我不說了 如果說了後面 中後面的部分 我覺得會… 會穿了那件事 對 你入場看 會沒有那個觀影感受 因為其實這套剪刀是簡單到無論的 我會說是 基本上你第一秒都一邊看下去 你不會猜不到後面發生什麼事 沒錯 是這種狀態來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執行真的是一流 他真的顯示到其實你不用扭那麼多方法 你找一條最簡單的方法 甚至乎是接近Cliché 那條方法玩那些東西 但是他就執行得好 你想要的東西 血肉模糊 血肉橫飛 然後那些人的嘴臉 那種控訴 對於這個社會那種虛偽的指控 已經齊了 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他的執行是一流的 而且整套戲看得相當舒暢 尤其是結尾 越後越精彩 可以說是 這套我的評價都很高 如果今年要數十套 他有機會已經在十強 他在十強 因為 剛才說 看完Trailer的感覺 就是覺得他是普通的horror 對Substant完美物質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 觀影體驗非常重要的一個電影 是要進戲院看的 真的 這個真的沒得說 就是那種 如果你在家看 或者在電話看 你會覺得他是一套普通到無倫的C級片 不要說B C級片 如果你電話看 沒錯 然後我剛才說的 觀影感受很重要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body horror 就算我現在說了他是body horror也好 你未 exactly 當然我覺得如果你未看 最好你就去看完才看現在這條片 因為我們說會劇透 劇透了你的觀影體驗 怎麼都會少一點 而body horror呢 我以為我自己是一個 我以前看The Things 特變第三名 我有什麼未見過 滿滿的致敬 我覺得我接受到世界上所有的body horror 是不是 Human Centery我看了三集 那個是弱的 弱的 那個是意識上 是的 但是這次substance是 我有很多個位置 不是好 不是好 然後我有兩下 我是直接 那個focus 去了天花板 我不看 就是我瞧到他想怎樣 是 真的是劇透了 第一個呢 是哪個位置 是督指甲 哦 是是是 十指痛貴心 我想大家如果有指甲上的問題 撞過 爛過 斷過 入了肉 流了血 你就知道那種痛有多痛 然後我就說 不要啦 不要 我知道你想這樣 不要啊 我剛才看電影也有這個感覺 是這個指甲的位置是小數全場的 哦 這樣一下 你明明那個位置就是 好像導演跟你說 銳鴿你 是啊 那幾下地球是正的 要可以的都可以了 要爆的都爆開 是啊 那個位置是 哇你老美你挑釁我 你會覺得導演悶悶的 惡意挑釁你 就是 你害怕嗎 來吧 來吧 我知道你想這樣 然後就 呀 咳下去 然後另一個呢 就是牙 哎呀牙 牙也是 牙也是 牙也會癡線 就是 count of 去到尾 你看到那個女主 漂亮的女主角 開始崩壞 你當她是 FA裡面的父親大人 是啊 開始暈不住的靈魂的時候 不穩定了 肉體開始不穩定的時候 一直崩潰了 然後突然 拔了一隻牙 一隻不夠 再拔了一隻 然後那個 那個拔牙 我就是 不要啊 好痛 最重要是她給了一點點鋪塵 你告訴你 接下來是會發生這件事的 你知道她會崩壞的了 是啊 你知道的了 那個位置是 你挑釁我 然後我又 你挑釁我 我又很爽啊 拍了手 好啊 有這些位置 牙都掉了 好啊 說了現在這些位置 你會感覺到 入場觀影體驗是多麼重要 是啊 首先我入場 我開頭呢 我想頭半個小時呢 嗯 很值得入主題的 這套電影 入場 入場的 他不多廢話 直接 你 基本上你看完傳播 你知道故事大綱 你進去 他就告訴你 這個故事大綱底下 他第一件事發生的事是什麽 很快就去到那個濕晨的出現 嗯 那我自己覺得 我個人的評論就是 我比較有好角色向的人 所以我會希望這套電影就是 如果定美摩亞那種 跌落神壇 對自己年華老去那種 不開心 可以能夠大一點 嗯 或者鋪多一兩場 一兩件事件 令到我理解到 定美摩亞這個人 嗯 那他之後真的 突然間有些神秘電話 神秘卡片 有那個濕晨 他真的 堆下去那一刻 我的確信度 或者我的投入度 會高一點 就是起碼告訴我 你真的去到我沒有選擇 我要打這枝東西 而他打那枝東西 我會看到他打那枝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 設計 它是一個設計 嗯 因為那個劇情需要 substant去幫他做這件事 但是和定美摩亞那個 那個角色的關係 和那個build up 我覺得未是很重 但是看完整套戲 剛才也說了 中後段簡直是 超出我預期之外 而且我很喜歡 是完美地救回前面那種 我覺得少了一些東西 但是 當然我覺得多了一些東西 我簡直上神台 就是Top 3 Top 1都有可能 但是就是少了那些 這些那麼多 這個是我對於substant 我覺得唯一我可以挑剔的位置 我覺得可能導演他們的想法就是 他在選角度已經拿了功夫 有些次他找Michael Keaton 做Birdman那種感覺 你不知道要交代很多 你看到Michael Keaton 你就知道他一個過去的職級英雄 就是找Nicolas Cage做Nicolas Cage 對 是那些來的 有些人是 他借了那個演員本身的背景 然後你就很自然可以帶到 那個角色的角度 是 但是可能對於 對迪美摩亞 不熟悉的人 就會覺得 不如又是一個老女人 又或者 如果一個和李森 或者共情感 沒有那麼強的觀眾 可能就 更加理解不到 後面那些東西的目的 就是他的角色的目的 我覺得這種直白是 如果他前面多兩場 有可能他的節奏也會沒有那麼快 大家也會沒有那麼爽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始終他只是拍著那個星星牌 就是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那個牌 已經用了少許時間 星光大道那個牌 我會形容為 他想玩一個鏡頭 但是 多了一點 我猜他其實是想借這個 就是濃縮迪美摩亞這個角色 整個人生 他曾經是奧斯卡影后 然後現在是滑落到 成為一個 早上做Arobic節目的一個主持 都要兜他 我覺得可以有更多資訊 因為始終那部分 我想起碼都有分半鐘 有 一分鐘至一分半鐘 一定有 有 你除了他慢慢被人遺忘 和那個星光大道那個星星 都開始裂的時候 我沒有其他資訊得到 所以你用了一分半鐘 而令到我覺得你玩了一個鏡頭 然後交代了一個想法 就是他跌落神壇 兩個資訊 我覺得你浪費了一個半鐘 分半鐘 為什麼你不給我多一點資訊 我會有一點點這個感覺 但是他最後的呼應 我覺得我給你了 我自己的狀態就是 我覺得純粹是節奏上 那一場如果是很快速地 真的半分鐘搞定 給多一點點定尾摩亞 或者先進場 先進去講定尾摩亞的一些高光時刻 給多一點點 我都足夠 或者給多一個位去發揮 對於現實那種不滿 不如意的 對 一點點 純粹我覺得節奏平衡上 那個位置我會扣一點點分 但是重點 Substance之後 你覺得怎樣 打完針之後 那樣東西出現 打完 到之後的發展 心想知道 其他角色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是的 其他角色他都是幾 其實是小狀態的 但是他又玩得挺過癮 我是挺喜歡那個老闆 帶著那群股東在那裡 笑 那一幕是很精彩的 然後那些女生一走 全部都走 跟那些女生走 那一幕是可愛的 我覺得是 他的設定上 那一場是好看的 很多原因就是 他不能笑的時候 他要他笑 是的 那個設定是厲害的 很好啊 剛好在走廊裡 我剛才不是說 他去到那個掉牙 因為他不可以讓他知道 他的皮囊是什麼 他去到那個位置 突然撞到老闆 你一定要說 嗯嗯嗯 然後你笑啊 知不知笑 他已經想哭 那個小女生做得挺好的 好看 那個小女生大膽面出 還有我覺得 迪美摩亞也保持得挺好的 就是以他這個年紀 脫衣衣 差一點 差一點 算是這樣 這個年紀 算是這樣給他 我覺得 給他 還有他也不能保持得太好的 他也有些人的下絲 他有幾個鏡頭 故意讓他比較瘋狼 還有比較厚 故意讓他的皮 感覺到那種乾燥和泡 是的 有的 我喜歡那個位置 老實說 這個玩法 其實整容也有 是 差不多玩法 我覺得很多不同的作品 都有這類型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組織 他有一件事 令到可能你能醫百病 或者你有超能力 或者有 就是Lucy那些 那種藍色藥丸 那些東西 你全部都是有一個 你不可以解釋的 我也沒有想過解釋 他用了很多異象的東西 告訴你 我那個蛋的鏡頭也很棒 打到蛋黃 因為蛋黃會細胞分裂 就是我們大約理解到那些物質 是做什麼 就是你維持細胞分裂 而你的細胞分裂是會 在你體內分裂多一個人 是的 在體內分裂多一個 他還要在對白上告訴你 Genetically 所有東西都是比你好 因為我們細胞分裂 我們演變成現在的樣子 現在的高度 或是等等 全部都是Genetic開啟的 即是 譬如我現在這個人 如果我在某個年紀 突然間我的Genetic 經驗突變 真的有這件事 就是他開了掌高的按鈕 我是可以兩米高的 那個機械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不解釋是可以的 其實一開始已經很衝擊的位置 就是他打完那支東西 他選擇在背部爆出來 那一刻如果你接受不了血聲 其實那一刻已經有點暈的 噢 都是的 他的嘴巴都挺大 而且都挺像真的 他這些細節做得挺好的 而且他那些我們所說的Body Horror 就是你看到一些對於人體的傷害 扭曲 變形 為什麼我們異形會見到異形會害怕 或者覺得很噁心 就是他那種黏液 那種機械是這樣 他不是一個生物 但是他是生物 因為我們對於生物的認知 有骨 有肉 有血管 有皮 但他全部都反轉了 對 你想想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人體模型 那些學校那些會害怕的 就是他沒有了一層皮 只看到內臟 你就會覺得很噁心 而Body Horror就是這件事 他中間又有很多 比如他要刺針下去 亂回後面的傷口 還有要抽他的脊髓液 對 抽脊髓液 然後又有剛才說的 脫牙 脫牙 然後去到刺手指 脊髓液那段也很噁心 甚至脊髓液那段也很噁心 推得很盡 對 很形容 對 很痛的 而且誇張得有點令你嘲笑 對 是 是 但這層溝美才好 對 就是喜歡這層溝美 我就是喜歡這層溝美 沒錯 一腳伸到你狗像 像大王那些 對 是 是 一腳伸到你飛起 一腳伸到他那邊 對 是 是 那些很爽的 所以完美文澤 我覺得成功的位置是 我們很久沒什麼 這類Body Horror 而且是一種刺激的Body Horror 直接刺激 節奏好的Body Horror 另外一個點就是 他對現在出現的時候很適合 就是整容 大家按貌協會 你會看到很多人已經沒有整形 整完其實你 你知道他整了 但你不太覺得 那種 或者大家對年紀那件事 很多 或者現在這麼活動的事情 是的 正想講這個 再講這個問題 再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件事很衝突感 因為現在你不明白 屋子是在講 你應該不看年齡 不看樣貌 那些聲明特工的主角 都肥婆大三婆 是的 last of us 2 那些大三婆 應該擁抱這件事 但這部電影跟你說 不是 大家骨子女 根本還是要這些 晉男美女 白頭髮 社會是需要的 白皮膚 金頭髮 這些女子 依然是愛這些的 那就是 你們不要那麼多 這樣 對於整個娛樂產業 或者現在的社會風氣的諷刺 我覺得 都做得很足 和提構得很緊 因為 其實整部電影 他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 無論是你的本體 還是你變得很漂亮的那個紛爭 都是你自己 是同一個意識 他還要是由最初的神秘電話 已經告訴你 你要記住 你們是一個人 一體 但是很自然地 你就是會去妒忌 是 你作為本體 你會妒忌 你婚生的那種美貌 青春 他現在所得到的東西 美利 但是你作為那個婚生 你便會妒忌本體 你不用付出 我每天出去就 捱生捱死 你就每天在那裡睡覺 吃薄餅 吃肥的東西 你當我是什麼 他們有一種互相的怨恨在那裡 是自我衝擊 沒錯 就是一個自我的那種 和愛在的自己 是 即是 有一點點是 自我和本我的那種 那種 那種 conflict 有一點這種自我和本我的 conflict 就是 你放了出來 你承受到一些東西 但是 某程度上 你另外那邊的自己 是不會接受這件事情 沒錯 當你滿足他人期望的時候 你自己 未必得到滿足 沒錯 還有你會忘記自己 是啊 我是很喜歡他的一個位置 他明明還是迪摩亞那時候 他有個舊同學 對他 然後就留了電話給他 當他發現自己沒有人愛 每天都只愛他新的皮囊 他就想起這個電話 然後就約他出來 本來已經成功約了 但是他因為自己那種自卑 或者是那種被吞誓了 他的自我已經被吞誓了 他那天是無地自容到 他連出街見人都不想見 他覺得自己充滿著缺陷 對比著他新的皮囊 覺得自己 舊的自己充滿著缺陷 我覺得那個位置 他抓到那個人的那種心理狀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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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觀眾 我會想他出去獲取得一些 肯定 肯定 但是 奈何就是他自己對於自己的貶低 而令到他沒有出去 而那個貶低就是因為 你有一個 同樣是你自己的比較 或者人家渴望是那個美女的漂亮樣子的你 而你永世都做不到的了 而且更加複扭下去 那個身體恐怖的感覺就是 迪美摩亞開始 因為老實 你一定會追求一些很美好的東西 很受人愛戴的東西 其實有點像我們做YouTube 我當然是想做一些多人看的東西 到某個時候 如果你為了做多人看的東西 而抹去自己的靈覺 或者靈魂甚至都沒有了 特質都沒有了 你就會越來越 貶低自己 或者覺得自己是廢的 那個 自我厭惡 那個過程 那個形象 才是大家需要的 我做不到那個形象 我就有那種 肯定就會有那個心理落差 或者心理的不平衡 或者壓抑 所以那個 那個 除了身體恐怖之外 那兩個身體的演化 我都覺得是幾 幾特別的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譬如你就是有那個comparison 是的 然後迪美摩亞就會越來越 殘 因為他在劇情上面就告訴你 就是他抽他的水液 抽七天 用來做穩定自己身心的東西 現在你就要交換身份 就交換身份 其實某程度上 是跟現在的人說 你可以有兩個面向 你可以有真實的自己 但是你需要平衡 而那個平衡就是 那個電話也是 也是告訴你 他都要很有趣地用那個神秘的電話 去告訴他想說的道理 就是你們是一體 是需要平衡 你們每七天一定要交換 如果不是 你不給自己的本體 去健康 去交換 你就可以不能夠 整件事 所以是很適合 我覺得 很多工種 或者你都需要 有一種人前人後 我相信 我覺得 甚至不用工作 你每個人都有這個狀況 你有社交媒體 你就有這種人前人後 都是 所以就不要令自己 迷失了 那個分開得太重要 兩個角色 而他告訴你 你當分開 其實兩個都在崩潰 因為你當然想要那個 不停地受到眾人羨慕目光的你自己 但是你那邊就會一直沉沉沉 到變成老婆 你真實的自己 你也會 因為他在劇情裏面 就是抽更加多的蟹水翼 可以令到那個角色 維持在青春的狀態 維持在青春的狀態 不用交換 然後可以不停地去玩 去接受新的事物 衝擊等等 然後另一邊 就已經變成老婆 老死了 又變成老婆 那裡又好笑 那個位置 不是那個溝 去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講溝那個位置 溝那個位置 我覺得有個位置 我是笑得出聲 但是場外 場內不是很多人笑 就是他變成老婆 然後他變成老婆 之後 他就一直 去看好 Kyle 當然我想出聲 就 такое 我跟你講 我想出聲 那個中心打算揹著 接著那個溝哥的位置 你會不會太可愛了 這件事 你要跟演員說 這場你走得很慢 這場打後你走得很快 因為你很想去 然後單手拖那女兒出來 這麼好力的嗎 這件事很可愛 這件事 神經病 突然力大無窮就變成阿婆 一個人有 purpose 整件事已經不同了 或者甚至你解讀到一個最低潮低壓迫的位置 她想變好的力量是大的 這件事是真的 經常見到阿婆走路得知拐掌 一要過馬路 最怕事拿起就跑 很穩定 很快的跑得還要 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的 她還有很多溝位 基本上最終二十多三十分鐘都是溝 只有溝沒有更加溝 你想一下 她要結尾那個紛爭 然後她又 不行 其實我最寶貴的是你 然後救回所有紛爭 那個位置是你沒有理由令到自己的某一部分都沒有了 因為那個現在變成支撐她的一個重點 她自己本身 美美女女保持得多好 那個人切都沒有了 因為她已經變成阿婆 那個位置是我覺得以角色設定論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個尾 就是她很多這些角色的動機 角色做的行為 全部是很合適 很有心理學上的建構 她又可以玩得很準 很合適 我就是喜歡她的就是救回所有女生 分身和對望 因為不用多話說 就開拖 我很喜歡那個位置 就是這麼直接的 其實你跟自己之間不需要任何對話 不需要任何解釋 你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個老女人都知道自己是混蛋的 最慘的那個位置就是 當然她沒有解釋 為什麼兩個人都有意識 我覺得OK 完全不需要解釋 就是他們兩個打的時候 我會覺得地面摩亞有一點點 當然劇情是這麼發展 但是她是要 我覺得是沒有選擇 反而那個年輕人很有選擇 是的 就是 你救她就沒有了 那一刻你感覺到 你被她打倒也行 那個位置就是這樣 而她一起來就打 又打到超級殺人 一腳就禁止她 禁止她的場邊 一腳可以伸爆到門 那天已經是厲害了 擋也擋不住 很瘋狂 去到那個位置已經變成大戰 是的 而且我非常喜歡 就是她親手殺了自己 那天才想到 糟糕了 她死了我就玩完了 我也玩完了 那種有前沒有後 那種絕望感 當你面對自己最醜流的那種絕望 你不惜要親手毀滅她 即使是等於毀滅自己一樣 你也要這樣做 情緒這些位置她推得很盡 而且是沒有多餘的東西 就一下子裝在我臉上 就像她這些 然後那種絕望也是 很直觀地感染我 你看到劇情慢慢怎樣推到 完全無可挽回的狀態 很棒 這個重點就是 很多這類型玩巧的故事 都是玩劇情 而Substant最好看的位置就是 她角色的建構 是令到大家完美地 真的中後段的選擇是理解 然後很喜愛 你也會想 你會想很多東西 然後重點 最後那一場 最後那一場 變怪物之後 她就是講她 那個就真的是Dafin 沒錯 就是講那個分身 就發現自己都可以 唯一出路就是 我都要變成一個更加完美的自己 她就無視了Substant的使用 第一手則 只能夠使用一次 只能夠使用一次 她就打自己第二次 誰知道爆開那隻 就經常是中流陀俠 怪獸出來了 嘩那隻東西很噁心 最難溝的位置是什麼 滴尾摩亞的樣子在背部 在背部 在雞爺骨的位置 一直在啊 很棒 那個溝的位置最棒是 你好像聽到她喊 但是很弱的聲音 因為那個不是完全的距離 最棒的是 她一心那隻怪物 她一心就 我要做那個 最後那個show 你當是台慶 電視台的台慶 沒錯 我要做那個show 然後把原本那件晚裝 一直這樣 硬扯上去 我喜歡她戴耳環 耳環味道 因為她穿了一條裙子 然後她有一塊 薄紗 那些薄紗 剛剛好慢慢 蓋住了滴尾摩亞的 那個樣子 然後滴尾摩亞的樣子 一直看著那塊沙 然後 很爛 然後她的眼睛在那裡滾 然後我問 你會把那種 荒誕的funky 玩到盡 是呀 我很喜歡那一段 那種漫畫感 是很溫柔的 真的 去到耳環 勾耳環 勾耳環 這個真的 因為我跟一個朋友看 朋友看不出那樣 勾在那個位置是什麼 然後我說 他勾在那個屎嫩裡 你看不到那顆是屎嫩來的 然後他刺在屎嫩裡 你想想那種荒誕的分離 是多有趣 就是他的頭 已經變成怪物 這個人有屎嫩 他原本的晚裝 又搭配一件耳環 他直接這樣 刺進去 他的樣子 你看著那塊鏡 他的樣子是 就是怪物的樣子 歪了 然後刺在屎嫩裡 那個惡意的荒誕 是挺好笑的 是去到Bowies Afraid的級數 這一下根本就是 那種挑釁性 我覺得再多一點 對 這個再多一點 是做什麼 是呀 他已經去到那種惡趣味 去到那個位置 甚至你作為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 例如穿晚裝 一個藝術幕前的人 你會覺得 你是不是在轉咎我 你明白嗎 那種惡意是去到那種位 是呀 然後他就一路 不識一切都要上台 不識一切就 我那一刻有一點想 就是 為何附近 他去到那個電視台 其實一路走進去 是很多人看到他的 是呀 但是好像 當然我接受到這個 漏了 他還要剪回迪美摩亞的相愛 樣子 黏在自己的臉上 這個設計 可以說真的一絕 這個設計 不能說 很厲害 其實有一點 你可以這樣解讀 其實他是渴望 變回原本的自己 其實是的 可能是這個感覺 他停止了 那一刻已經是 他整部電影有兩個機會停止 第一次就是他的手指 用多了幾個小時 這隻手指變了老人家手指 那一刻他想停 但他在想 不是 我現在要濕了頭 我沒有理由 就這樣停 你什麼都沒有了 第二個位置就是 整個人變了老人家 那一刻就不惜一切要停 那一刻就絕望 但停完之後 他又不想繼續停 那一刻 我反而是覺得 因為那隻怪物是第三次演化出來 是的 他有名的 那隻怪物 而且我喜歡他 真的嗎 他出了一個名字 就是Monster 什麼 Elise Su 哦 即是他兩個名字加起來 那個Monster 我會形容就是 為什麼會釘那個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是 他想變回最初 Elise的那個樣子 即是想停掉所有東西 其實他內心是很想變回那個樣子 走上那個台 而不是遮囑 而純粹不是遮囑 我覺得他的內心是很想變回那個樣子 絕對是 那真的是去到電視台了 嘩 那一場戲也是瘋狂 上台 我覺得這個最好位是 你當一個電視台的台庭 那台有些舞蹈員會走出來 跳一下 無上莊 好像準備 現在跳完一大輪 就停了 準備主持人出場 跟著你的鏡頭 在後台走出來 接著你會見到其他人 你在舞台上那些舞蹈員不看其他東西 因為你還要笑 看著 大家都未感受到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 而且燈光在咪的位置 其他人未知什麼事 我都覺得很合理 現在走到那個位置 其他人是 眼神那種眼神 交換顏色的感覺 是有感覺的 然後她說了什麼 我忘記了 她用了一把很沙啞的聲音在介紹 然後還未說完什麼 然後她最棒的也是那些很混淆的 Zoom in 站起來 Monster 她說說說話 敵美魔的樣子就掉下來 然後大家就大為震撼 然後就開始站起來指著她 怪物 燒死他 她最重要是超級的 那些叫什麼 over act 那種over act 是很恐怖的 悲悲的 Monster 她只是差急速蹭進去 她有 有少許 相應了一些 她不是很刻意那種 沒有全程分地蹭上去 但是也有少許 有那種感覺 然後周圍這樣說 最正是所有人看到這個東西沒有走 小部分人走 但是最正是有一個女人是 但是一邊站在那個位置沒有走過 那些設計是很棒的 這些設計是 這些扣 最棒最棒的位置是 爆血 我印象他就是被人一棍吐到頭上 吐爆出來然後再生頭出來 大家就很驚慌 身體也很不穩定 轉身轉身的手就斷開了 一手拿麥克風 斷開了 手在噴圈 你當作是一支水喉 在那邊噴到紅色水 最棒的是他噴到整個台 台下的所有觀眾 那些嘉賓 魔女嘉莉那一條 最棒的是他一個頭髮 自轉 周圍那些人又不走又不穩定 被他噴到整身 我噴到每隻眼睛 很有趣 最棒的是噴到整場都是 但我想九成的人沒有走過 一路被他噴 一路噴 很害怕 然後一路轉 一路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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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路噴 一路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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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離開這個位置 離開這個位置 最後是經過那條走廊 那個電視台的走廊 然後再噴 一路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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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上台 怪獸上台 那個位置 後面他就播叉 在圖爾斯特拉如是 《201太空漫遊》 最經典的那一路噴 那一路噴 一路噴 一路噴 他有多少位置對Kubrick 有一種恥意 血的運用 或者那種 它有個鏡頭 也低炒了 他走過去神秘的地方 那個位置 他有幾個鏡頭 都是低炒 低炒的鏡頭 也好像是某一套用過的 然後 他到最後 講到結局了 就是一路拖著一個殘缺的身軀 開始崩壞的身軀 我看的時候 都說是很父親大人 開始接受不到自己的靈魂在裡面的感覺 他還可以走一走抱著腳 再墜落了 然後再去到... 到有個位置 一個是我想吐 有少許 這麼厲害? 因為那天一吃完東西就看完 這樣有頂著糟糕的 我理解 有點糟糕的 然後我是有少許我真的吐 但是看很多很噁心的電影 我沒有什麼那邊真的覺得有吐的感覺 這個是有少許 之下 有有下降 那個位置是準確的 最後他慢慢化作一攤肉泥加溶血加東西 最棒的是那一坨肉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有一個Top Shot 他一路爬回去自己崩壞了的星光大道 剛才有說有迪美摩亞的臉在背部 他的臉就像The Fing一樣 慢慢一團血肉向前移動 去到星星的位置 在星星上面才化為一攤龍水 然後最棒的是他 我經常覺得很多戲這些所謂的首尾呼應 他這個挺好 做得很好 夠直觀 真的做得很好 那一刻我明白他會用星星來玩 你那個首尾呼應令到我前面的星星 就算覺得你用了時間也好 我給你用 因為你才會刻到那個印象在腦海裏面 告訴觀眾聽那個鏡頭是甚麼鏡頭 而最後的鏡頭是甚麼鏡頭 他就跟那個漢堡包的茄汁沒有分別 都是被人多東西 他就變成了他本身清潔那時的茄汁 那些設置是很好 是很圓得一件事 很多事情想 很盡 很久沒見的body horror 對不同經典的致敬 然後這個題材也很適合現在 然後我覺得 沒有今年我肯定top ten是有substance 這套需要 真的 這套是 很有feel 簡單直接 跟大家說一歲 其實你真的不用再想扭甚麼辦法 你只要簡單說好的故事 執行得漂亮的 在這些位置有些心思就夠了 你有些 我經常覺得有些內核的東西 譬如你想在這個故事外面 探討甚麼問題 他這套都被捉你 是呀 你剛才也提到很多心理上的東西 整容液就很簡單地玩招 整容液都不錯的 但是跟substance比substance 你會感覺到惡大師就是這樣 一點一點 沒有惡大師 可能用那個terms 比較懂得玩 或者有這個sense的人是怎樣玩的 劇本夠通透 你看到他所有東西都扣到 moc 他的僕事 和主題獎劇中 有主題劇集 拍攝到角色的素材 全都是扣到 moc 而且盡 我需要盡 是的 就是我寧願你盡 你都不需要扭太多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 substance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給大家聽 你先把扭矮 Chun 大家看看 放低扭矯 對的substance那條矮 這個簡單得 就要你第一次 所有人都想到 先不要瞄他這件事 你有沒有執行得這麼好 他就執行得一籃 他一定是考慮了很多東西才可以寫到那兩個年輕和老的自己的對比和掙扎 還有怎樣對抗 對抗的時機是什麼 雖然你要想的話 大家都知道 打完那個substance 你告訴他 我們整個編劇有個位置就是設定了Rules 有戲劇感就是什麼 去到某個位置 打破那個Rules 就是那個七天的脊髓針 就是在說這件事 你知道他會想要多些 但那個就是戲劇化的開始 你明白我一看完 我就說是我們的東西 是我們會喜歡的東西 整套戲沒什麼是猜不到的 其實不是很難猜的 但是你享受 很享受 提醒大家 如果你對於Body Horror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你不要了 沒事 真的不要了 因為我有些朋友是 他真的很不行的那些東西 那不要了 他接受到恐怖片 但他沒有想過Body Horror可以去到這樣 很難猜的 你要看這些 歌年寶的那些 一定要先看Defing Defing一定要看 我會建議大家看Nick Lunch 都可以 Nick Lunch也是很棒的 這種肉體的難猜 我就是喜歡的 我就是說回運贏 我最喜歡看 最怕的那場是什麼 就是Body Horror 就是Body Horror 就是爆開 沒錯 去錄下一套吧 講完好看的 我們就要講一套不好看的 就是萬眾觸目的Joker2 雙風 感冒 我一看這個名字 我就一下 你翻譯那個是否Defing Lynch的粉絲 Twin Pizza 這一下的 誰知道我屌你不敢看 原來是這個 雙風感冒的雙風 是啊 厲害 有點感覺 你講多一點 因為我出了影片 雙風這套東西 先前設大家 我就是Joker第一集的hater 我是喜歡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不喜歡他那樣東西 就是 尤你那套東西都不應該叫Joker 因為不是說Joker 我見過這一派的學說 根本就是Dancer 你說他是誰都可以 他就不可以來Joker 應該直接叫Alpha 是的 而去到第二集的時候 就不單止我感受到這件事 全世界都感受到這件事 然後你就心想 神早就說了 早就說了 我不是Joker 你們現在才發現嗎 我有這個想法 而他那個不好看的位置是什麼 其實我本來都有一點點加分 當我聽到這套東西 就是他就是尷尬所有喜歡Joker第一集的人 跟你說是你們迫到他這樣 你們的傢伙迫到Alpha變Joker 我覺得這段學說有些自圓其說 因為你不能夠 很少 我不是說沒有 但是可能只有5-5%的電影 是可以我預判你的余盤 就是我預計到觀眾怎麼看我的電影 所以我才敢拍 例如《尼律四》是不是 很多戲都是這樣的 有些戲都是這樣的 就是有例子的 但是一定有去到某個位置 或者他那個能力上 就是那種反類型 或者是否可以這樣說 又或者譬如我們 有些剛才都說 就是寫劇本就是有些 unexpected的東西 或者打破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就是我寫了 我要expect你怎麼看 其實不是很多個導演是做到這件事 所以你不能夠 我覺得自圓其說的那個點就是 你現在跟我說 做社會實驗 說什麼串回第一集的觀眾 其實有一點點 跌落地拿回茶沙 對 又或者給了一個 你覺得很合理的 事後解釋 簡單一點 馬後炮 馬後炮 因為我不會覺得 Toffelix會拿自己來玩 你交票 我猜他拍這套之前都想不到 還有他第一集都拿了威娜 就算有人不喜歡 但是金絲獎 Oscar幫Raquin拿了 你有什麼書 我不明白有什麼書 口碑也有 票房也有 那你拍第二集的點 是老實的 我經常都覺得 一集你有話想說就拍 但是他就 我不知道他一開始有沒有話想說 但是他現在的演繹就是 都是想滿足電影公司的要求 那你不如不要拍 那個位置是 其實是真的 就是 喂 你不能夠 我接了 我不想拍的 但是我接了雙風回來 寫到一個故事就是 吵架你的觀眾 沒有理由的 這件事不合理 你如果作為一個導演 你會不會這樣做 如果我要這樣吵架觀眾 我不會用一個這麼差的對視來吵架觀眾 你會用一個再高級的 我要再高再反轉 我要你讚好我 然後你看不出我吵架你 這樣才會過癮的 我想了一個例子 就是讓子彈飛 就是我寫了什麼 你慢慢吵架 我寫了就寫了 就是那種 你不能夠就是 你覺得你在吵架人 但是你自己連本身的電影本身 都不行 那你吵架什麼人 你沒有資格吵架 如果你說第二集 和第一集完全不同 或者打破第一集的某些事情 但是第二集都很好看 我給你 那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 也有些 逐集作品是有這樣做的 例如我們前面說二刑 二刑二其實是把那個類型 由太空horror 變成太空軍事 其實有少少這種轉變 但是你不會有人吵架二刑二刑二 因為別人好看 我會想到的是 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 的第二季 我覺得是同一樣 第一季結束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過它可以有 續集這件事出現 而第二季 它也是有那種 顛覆第一集 是 你以為我們是天使隊嗎 從來都沒有 是 還要到結局 那個位置完 我覺得是 對於這兩個角色 其中一個 不要再傷害對方的一個 一個點 是 我給它過 這個給它過 而且做得很好 沒錯 沒錯 但是你這套《Joker 2》 是 完全不是那件事 即使我本身覺得 你要吵架 這個喜歡的觀眾 他應該要拍手 我應該要拍手 如果他做得好 在你立場 你應該要拍手 因為他在吵架 但是可惜的是 他執行得真的很差 對 老實 歌舞片的要求 我想是因為近幾十年 以前沒有什麼很喜歡 或者很愛歌舞片的人 或者創作者 以及觀眾 都少了愛歌舞片的人 以前的電影是很多 都會加歌舞的 很多 你現在笑夠玻璃活 但其實以前很多 全部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這樣 為什麼呢 是因為那時候沒有現場收音 所以他去到某些地方 其實他配上歌 配上一些 背景的音樂 用那樣東西來講故事 因為再加上 是以前歌劇 Opera等等 Broadway的東西 令到那個歌舞 才有這樣的發展 現在拍歌舞 OK 你處理得到就處理得到 Lalala絕對處理得到 Greatest Showman絕對處理得到 其實我覺得有個位置 我影評應該說少了 就是 你如果看回近十年 一些很成功的歌舞片 其實他原聲大碟 那樣東西 他不是很多首歌 10首左右 或者8首左右 或者真的重點的 可能只有5首 你看The Greatest Showman 有This is me 有The Greatest Show 有中間女高音唱那一場 然後有Sandaya和Zack Elfran 唱那個 You Know I Want You 那首 We Ride The Star 那首 每一首 你會看到他不同人唱 不同的心境 你就算是以之前那套 《悲慘世界》 一樣 有一首是Anna Halfway唱 Hill German唱那一首 前面做孤雷那首 然後警長也有他自己一首 等等等等 歌舞劇是這樣 而那首歌是代表character 而不是我兩個character 講一下我突然間喜歡唱一些我喜歡唱的歌 就叫歌舞劇 我覺得這件事不行 剛剛你講的例子 我是認同的 其實他每一下那些角色為何要唱歌 抒發內心感受 或者是一些內心的描寫 是要很重點 或者入歌 為何那位開口唱 都應該有一個鋪排 是一個爆點 但是這套雙風 他夠膽死 每次他講完內心的事 然後無緣無故補一首歌 補一首歌 補回你之前說的那個心情 你講完了 你不用再唱多次給我聽 你什麼事 所以你會很強烈地感覺到 有一半是足球一歌的氛圍 有一半是他不知為何想玩歌舞 兩件事是無法配合 扣不起來的 他那些場景入歌舞 真的硬來到 你夠膽點燈 然後一個光燈打下去 就可以唱歌 又背景都換了 我心想你這麼暴力 為何這些位置可以去到 最重要的暴力 我現在問你 你也不是說看了很久 也是近日看 你當是前幾天 你有沒有一首歌 你記得作為一套音樂片 我只記得他的歌 很多都不是原創歌 是的 這個一定大家都聽得出來 也有幾首歌 是唱過兩次或以上 而且很老實 首首歌都是叫做 真典到不得了 我沒有記憶 我看了之後 我也是月頭看 十月頭上 現在才十幾十二 我沒有一首歌 還要用的是大陸歌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沒有一首歌 記得 你想想出事的位置多嚴重 他能夠可以 如果看完The Greatest Showman 你怎麼都會懂得一場 This is me 那些位置 看完The Miserat 你一定會記得 A Million Dream 你一定會知道 你看完La La Land 只是開一場 他排那一場高速公路 大家一場跳舞 你一定可以說 City of Star 你都可以說出 而Joker2 你叫什麼歌舞片 你不要叫自己歌舞片 我覺得你正正經地 把他兩個 排一個故事都比現在好 絕對是 而最嚴重的 先不評論他歌不歌舞 他就是連Harley Queen 和Joker的故事 都不行 說得不聽不楚 追蹤是什麼 他沒有任何鋪塵 Harley Queen第一個鏡頭 就是告訴你 我喜歡你 對 我全都在課堂 那個 對 我又不知道他兩個 那個 卡在哪裡 Harley Queen什麼時候留意他 什麼時候愛上Joker 不知道 他的背景是怎樣 背景有說 但你一個真一個假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病人 還是醫生 我也不知道 對 其實上集也是這樣的 有些少少就是他不告訴你 他媽媽怎麼對他 但是就告訴你 他媽媽對他某些事情 但是沒有一場 是關於他媽媽 給他什麼很大的壓力 沒有 只知道他小小的時候 鬆手摺到地 摺到他瘋子 等於你好像寫一個角色大綱 就是他的設定是Alpha的母親 對他很高期望 然後希望他帶 叫他做什麼 叫他做Happy Happy 叫他開心心 對 改了一個花名叫他開心心 所以他想做Joker 是一個設定 他沒有用劇情去說過 沒有 其實 但是上一集 為什麼大家不是重點在那個位置 我上一集已經看到 我覺得導演從來沒有尊重其他演員 和其他角色 就是他會把眼光放在其他的壓力上 所以我覺得你少說我覺得OK 或者對於一個人 我是不是一定要理解他前世今生 我才能理解到他 也未必是 但是這次那個點是不同的 我覺得Holly Queen這個人 你突然爆出來 他什麼紳屎蘿蔔皮 什麼身世 為什麼會對Joker有興趣 或者他是不是真的瘋子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真的 我覺得 要說 要說 但是你不說 我能不能給你 能給到的 除非你把他和Joker之間的角色線 拉得好 寫得很好 我可以讓你不說 我可以聚焦在Holly Queen和Joker之間 他怎樣去引誘 但是問題是連這部分都做得出來 是零 零 我只知道Lidy Gaga和Holly Phoenix對眼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附近的那個 我知道Alpha為什麼會中 因為他是死毒人 而且他沒有人欣賞過他 突然有一個人跟你說 他肯定你的時候 是很大的鼓舞 或者是一個支撐著他 或者引起他想改變 其實某程度上 今集就是說 Alpha怎樣可以不再變成Joker 其實他只需要愛 其實重點就是這樣 他整個故事就是 他由Alpha變成Joker 就是為了Li對他的愛 然後到最後發現 原來你只是愛Joker 不是愛我 於是我的覺醒 我會想做自己 其實設定上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這個劇情是沒有問題的 設定上我覺得很合理 他拍得很有問題 因為我看不到Li和Alpha之間 有任何火花 沒有火花 是愛情片其中一個最差的位置 我都沒有見過一場性戀愛 真的 這樣強行來 有沒有牛油帶來的狀態 真的 又沒有前沒有後 忽然間就來了 好啊 然後完了 好啊 最正的位置是什麼 有些人說這段是幻想出來的 我覺得就不是幻想的 這件事也挺困難的 我也覺得不是幻想的 但如果是幻想 其實他不需要解釋 他自己怎樣進來 是啊 如果你想這件事 令到我們覺得不是幻想 你其實就說 你不要問了 是啊 我想見你 或者你想我在這裡 我就會在這裡 或者說這些令到 模糊了那件真實感 是啊 他是故意解釋我 我買通了 是啊 那你沒理由 我買通了 然後又說你又在這裡 然後你跟我說那段是幻覺 那幻覺有什麼用 他想幻想女兒 就是臨死前幻想女兒 也有道理 但是如果他沒有幻想到幻覺 就沒有意思 如果 作為一個男性 如果在看這影片的觀眾 你是男生 你幻想自己吊女兒 你會不會插三下就寫 啊 有道理 沒理由 沒理由這麼會輸 就是吊得 是啊 展現你的洪峰 插足兩分鐘 都是兩分鐘而已 不是 戲不可以太長 是 戲裡面兩分鐘很長 很重的 你撥兩分鐘太過分了 是啊 整場戲撥兩分鐘 你想一下Matrix那段 都是差不多兩分鐘 但是你老闆整個石子都在搏 插足兩分鐘而已 是 所以那個位置就是 你如果 你是幻想 你不會是三下寫 是的 你揚鎮 你的幻想這麼寫實 不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位置 是大家會開始去 為一些不好看的作品護航 讀醒人 我看到Fresh有個訊息 有些論述就是 這套真的很適合讀醒人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他沒有什麼可取之處 但是你可以不斷幫他找藉口 譬如他有社會實驗 吊咬觀眾 幻想 你不懂得看幻想 很多解釋 我還沒看過一套戲 可以說他好看的東西 可以有二十個不同的解釋 其實好看的 其實很多套戲會是差不多的東西 老實 Tenet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但是 讚的東西 其實很多人讚的東西都是一樣 你不會說 這個就是在讚他 在試圖構圖 那個就是 沒有Nolan試這些圖構圖 你就吃屎 第三個就是 其實他在吵架一些 玩時間的人 你不會有二十個不同的人去讚他的原因 你讚他也是讚他 嘩 真是大陣仗 撞架七四七 又或者某些場景是真的只有他才拍 對 這些位置是可以基於事實去做 但是他們那些是很穿著附會的 很有趣的 當然也有些人說 這套東西 就不要理他其他東西 但是他的畫面也是漂亮的 拍得這樣 比起第一集差了 我會說是我自己 我很難看畫面 只看畫面 忽然剪接 而這套東西的剪接 真的剪接到一個點 我是接受不了的 你怎會想到 你說一個Joker Alpha Joker Alpha Joker 一個這樣起伏的故事 可以拍個flat到這樣的 沒有想到 他本身人物的內心衝突已經這麼強烈 他都依然可以拍到一條線 這麼悶 我是不能理解的 而且他跟欲卓之間的關係都是很 模糊 如在針尖 或者懸崖邊上的感覺 他想有但是沒有 對 好像很友善 他好像沒有欺負他 對他比較好 然後突然去到某些位置 就繞東西載下去 他一刻想扮朋友 繞東西載下去 OK 讓你這樣做 那一刻我還好 OK的 但之後又好像 又沒有東西 假設你對於Alpha這個人 如果他越來越 猖狂 越來越猖狂 越來越 意氣風發 你就會 對於這個人會更加刁難 他又沒有 他沒有 他拍完那一刻又沒有嚴厲 對呀 又突然被煙煙去吃 又可以 然後又說帶他去 旁邊唱歌仔 然後他唱歌仔 他自己又去唱歌 那些位置是很無聊 你明白嗎 就好像令到他覺得 為什麼Alpha去到旁邊 就是那個肉粥獎 很喜歡唱歌 他就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那件事好像很合理 但為什麼是Alpha 每個人都可以喜歡唱歌 最棒的是什麼 他不斷剃其他肉友 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 能夠在一個監獄先 跟其他人毫無關係 厲害 他應該作為捉卡 每個人都知道他是捉卡 這樣進去 應該是有人很崇拜 有人會很爭執 什麼都應該有些矛盾衝突 就是沒有的 是啊 如果他們是崇拜他 那會不會有些什麼 特別的事情發生 或者有的 他有說一個好像是謎底 幫他跟頭跟尾 被人殺了 是的 有一點點 但是他跟那個謎底的關係都沒有 都是零的 都是斷的 沒有的 就是作為一個角色和角色之間 我經常覺得角色和角色之間是需要線 剛剛我們說的 就是自我本我中間 美女和地面摩亞中間都有線 那些線從哪裡來 地面摩亞和追求她的男人 男同學都有線 那Joker的那條線在哪裡 Joker和Holly Queen沒有線 Joker和肉獎 沒有線 Joker和他跟出跟入的沒有線 最後把他的沒有線 沒有線 Joker和Halfi Dan沒有線 沒有 這個我最生氣 你媽的 你又要用Halfi Dan的名字 又不知道他出來做什麼 Halfi Dan這個人 他跟裡面的任何角色都沒有任何線 這下我能夠寫一個故事 這個律師是跟所有人 中間是沒有線 你厲害 那你不用Halfi Dan 其實你不需要 你就算是獨自大撞走過去都可以 王子華 王子華都可以 都可以完全沒有問題 你完全不需要是Halfi Dan 那為什麼是Halfi Dan 就是因為上集有Bruce Ring 所以這集不如是Halfi Dan下去 我會期望Halfi Dan和Joker的信念 大哥 黑暗之所以神 你看看別人怎麼寫 那個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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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他 你做之前的方法 令到你現在 那麼鬥貓 那女人都死了 喜歡的女人都死了 然後 喲惡才是唯一的方法 他才被喲惡去荼毒 小丑怎樣擊潰這個Halfi Dan 我當你現在Halfi Dan是真是White Knight 完全沒有墮落 他跟Joker之間都有點困難 沒有 李老美 今集正常 重點戲 監獄 剛才說的有差到很糟糕 法庭戲 你說一下法庭戲 李老美 真的 我都想不到法庭可以悶成這樣 沒有事情發生 是零 真是零 你只能看到 怎麼說 讀斯大眾更加好看 我不想舉這個例子 但是你這個例子是完全沒有錯的 是嗎 我的腦子突然彈起了這件事 你想想 Joker和他的律師 本來他的律師的比重應該是跟小丑女一樣那麼重的 小丑女就說你要是做Joker 另一邊就是你其實是Alpha 你其實是Alpha 因為是這樣的 但是那個律師 他的腦袋又沒有氣 跟Joker的那個聯繫又接近很弱 很弱 最後突然突然要goodbye kiss他 我看到我都瘋了 什麼東西 他只是出來被人嘴 兩次打電腦 我不知道他除了被人嘴有什麼用 密化女性 我不知道 律師 剛才也說過 你有沒有一個位置很生氣 你當他沒有發生 我當他沒有到 我感覺到你是當他沒有到 他就是普通一個 一個控方律師 靈體小小的路人 他跟那個法官都沒有分別 一樣的 都是這套戲的報警版 你說他是Halfi Daniel Dark 他是誰也可以 真的沒有所謂 這套戲就是這麼多 沒有所謂 其實這件事 在第一集 我已經 都吵過了 你沒有理由 你夜夜九成時間 都是拍著哈群菲尼克 帶頭的 你當其他角色死的嗎 但可能就是第一集 大家接受到這件事 因為主要就是 所有人對他的目光 做的行動 令到他有反應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以我來說 我覺得 蛤? 祝卡的老母的氣氛又少 尤其是她說她暗戀的女兒 其實第一集的氣氛也是少 而且那個人不清楚 都是兩三下 兩三下 我會覺得 你要塑造祝卡 給他社會怎樣壓迫他 但你對於他身邊的東西 完全沒有描述 我覺得已經是第一集的一個 Bruce Wink的父親那一段都短的 那一段就是硬來 又要MARFA死多一次 是什麼事 你們有沒有尊重 MARFA死的次數就是 比Uncle Ben多 上集我欣賞的位置 是很多 我是完全地 Into Alpha的人 所以她那些說 動督笑 沒有人笑很尷尬 她的同事 對話上 對她的調侃 我受的 今集 連這些都沒有了 連這些都沒有了 最可憐 只是很虛浮地 有一個Lady Gaga 在那裡整天聊天 哎呀 你也是祝卡 我很喜歡你 你說Lady Gaga 你也對 我看了整部電影 我不覺得她是Holly Queen 她是Lady Gaga 她是Lady Gaga 出嘴是新碟的Lady Gaga 她就是 最棒的是什麼 她有些位置 她有一場是彈琴 自彈自唱 有一場是在飯園門 跳舞 我兩場都覺得 是Lady Gaga 從來Lady Gaga 她就是在奧運會 樓梯跳舞一樣 沒有分別 Exactly 有些人鬥到 她那時候已經有 那個小丑女的本色 我心裡 你真是 你怎麼說怎麼好 你怎麼說怎麼好 真的拋頭 真的拋頭 這套東西 我 我覺得你好像 不太想平 你好像 一無是處 我用一無是處 四個字形描述 沒有東西值得好說 你想一下歌沒有片 但你的歌沒有這樣插入 你講小丑 或者你講 你講小丑和Alpha 中間那個 內在自我鬥爭 一開始那段動畫 是怎麼提到的 內在自我鬥爭 這是 我覺得第一段動畫 容易明顯到傻 就是 她上集很真實 她特意用這段動畫 令你淡化了真實感 還有她將上一集 她做的事情 她說是她的影子做的 是呀 即是故意把重點 好像 我會說 若果你這一套東西 你可以跟 Joker那個律師 教Joker怎麼說話 或者教他怎麼應對這場官司的事情 有一個聯繫 那所有事情都可以勾得住 沒有想過在現實的任何的展述或者發展 我能夠 為何我會更 老實說 我會給三至四分 而三至四分的點 是Rakuin Phoenix還是很好看 是的 她是很好看的 另一個位置就是 我能夠接受到她把Alpha 如果有外 就不會變成Joker的設置 我覺得這個角度是很好 很能夠寫到東西 我也會接受 我覺得 由Alpha變成Joker變成Alpha 這個角度 我覺得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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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她的執行真的差到離譜 我不會像街外的觀眾 有不少的觀眾會說 這套如果沒有那種瘋狂混亂的Joker 就不是Joker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不關事 我覺得不關事 當然 你如果有 因為Joker的魅力 某程度上是來自 他看世界的另一種方法 我會這樣形容 就是漫畫裏面 那種混沌 他就是另一面的Batman 現在沒有Batman 他怎麼看世界 其實是很重要的 也是為何你要叫Joker 所以我是很接受不到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電影公司說要塞一個Joker 有一個說法就是 他的劇本是Alpha 我覺得他第一集已經是 就叫Alpha就好了 電影公司就塞了一個Joker的外框 是啊 我覺得是有些像是 他銷售的時候 他第一集 他根本就是一個 知驚羅拔迪利路 一套失敗者 或者是版社會者 精神CyclePath 的一個電影 但是這個電影公司 不賣帳 於是他就說 加一個Joker 那就賣帳了 我覺得完全是這樣 你整個第一集 已經抽空了Joker這個角色 所有東西是成立 而且是更加成立 可以說是更加通訊 第一集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是Joker的原因 Joker有一個起源故事 其實就是 他有一個Batday 所以他就會變成Madness 是啊 我會覺得 他是用很多側射 令到他跌入Murray Show 堆壞 那種層層進逼 是第一集 我覺得是可接受的 可接受 到第二集 就是 他那個瘋狂 剛才都說 層層進逼出來的 今集 你要撕掉那個瘋狂 你是不是怎樣都要 將瘋狂和混亂那樣東西 給多一點點 還有你做得庭審 你是不是應該在庭審的場口 最適合用來展現角色想法的地方 庭審 其實 法庭 在第二集 你整個你覺得Alpha 是沒有想法的人 沒有想法 他是一個小蚊子 是啊 你覺得我說這個笑好笑 我就說了兩句 你那個隨虎好笑 我就隨虎 完全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我怎樣能夠 進入一個這樣的角色 最差的是什麼 最後 死去 那個位置 我覺得 Tot Phillips 你是想我們共情他 他需要love 所以 其實他不需要做足球也可以 簡單來說 他做回自己 對 世界不容許 又或者你在吵架全世界 當然Alpha是最正確的 全世界都是混蛋 全世界都想要Joker的那個 那個角色 那個魅力 我就不給你 我就是要Alpha 那為什麼你最後會選擇殺死Alpha 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導演處理這個角色來說 你是不是喜歡這個角色 你究竟 你怎麼會給一個 如果設定是對 就是他說全世界大家需要Joker 都是混蛋 全家產 就是Holly Queen 媒體 他的粉絲 甚至 他的獄監等朋友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 連導演 你說 有些人幫他鬥 你這套戲 你都想吵架這件事 就是說你們這些人 不應該想要這件事 而你探討他的核心就是 Alpha需要外 就不需要Joker 你說來說 他只是不需要Joker 不用死 我會覺得 那個位置是這樣 他想表達 因為我可以他死 這個結局 可能我沒有 這個角色那麼大 或者我覺得他的死 是一個挺 意義的 就是說他是一個憲制 Alpha 作為Joker這個形象 當你捨棄這個形象的時候 你對於世界 對於社會 毫無價值 而你就會被人這樣 捅死 我明白 被消滅 可以消滅 如果他覺得 對世界毫無價值 我就覺得OK 或者反過來 Alpha是一個殉道者 他為了捍衛自己 作為Alpha 我寧願捨棄Joker的身份 大家都逼我 變成Joker 不如我死掉 或者是我抱著Alpha身份坦然面對死亡 我死掉 最後一刻 我依然是我自己 我不是Joker 我滿足了 於願足已了 我覺得他可能想表達這件事 但可能就是對於大部分 喜歡Joker 或者喜歡Alpha這個角色的人 就覺得這個處理真的有點 我想再討論一點點 就是 我覺得 死了 接受到 最討厭的位置是 殺死他那個 後面在戒指自己的罪 是 刻意到 我覺得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 Tot Phillips是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他像是一個成功的 銷售老闆的人 或者他那種換味 是 這次我覺得是超過了 我覺得 我寧願是捅完他之後 在他耳邊說 I'm Batman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就顛覆了 我會覺得 或是 Why are you so serious 對 Why are you so serious 跟界面沒有很分別 我喜歡 捅完他之後 在耳邊 I'm Batman 那時候還沒有Batman 那時候 Bruce Wayne出了 還沒做 這麼年輕人怎麼做 都是困了兩年 這麼年輕人出來做的 他爸爸還在 健在的 還沒發生 那個跌豬鏈事件還沒發生 死了 跌豬鏈還沒跌 還沒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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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父母一起死 可以 不要緊 那個位置是 怎樣 我覺得 尾巴 我看到尾巴 我有點生氣 很久沒看電影 生氣 那一刻 目無表情 看完之後 我看《十二怪盜》 我還沒生氣 《十二怪盜》笑 很開心 《十二怪盜》 《十二怪盜》是 《歡樂電影》 《十二怪盜》是 你還可以的 就是這樣 但《祝克一宜》是 你真的可以的 差不多 你真的夠膽 你真的夠膽 真的拍得很順 很順 作為第一集的Hater 第二集都不能挽回任何分數 還有最討厭的是 不斷召回第一集的經典場面 是呀 又要那條樓梯 最強的程度是 最強的你知不知道是哪個位置 哪個位置 《玉珠》那幾把傘 噢 噢 噢你老母 我真的噢你老母 我忘記了他和第一集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看了你黑二度 四把不同顏色 Murray Show的窗簾那隻顏色 噢是嗎 他那張海報不是有的嗎 噢噢 藍黃紅的那幾個顏色 你黑二度我都不記得 你那個黑二度 他那個黑二度是 喂大哥 你那樣是雲鳥嗎 雲鳥好多 雲鳥好多 賭Sir 拿黑色傘 全街拿黑色傘 那些叫型 是 你現在幾把傘 就是黑二叫回 大哥 無緣無故 肉桌 怎麼拿著四把 Murray Show的贊助傘 是嗎 Murray Show有贊助嗎 還是怎樣 什麼東西 什麼事啊 不知道這間街獄是什麼事 這些位置就是告訴你 黑二 黑二 黑二都爆炸 你不如拍這些 拍一張相機 算吧 真的 有沒有搞這麼多這些藝術 拿完一次金絲就算了 有些東西真的 是 一支就夠了 這些是運 真的 我純粹是 我明白大家不喜歡的點 就是北京電視機 對於Joker這個角色 甚至對於喜歡第一集的觀眾 某程度上都是北京電視機 我本來還想笑狗的人 但我現在可以替他們可憐 可憐 有些少少就是 你不是替我可憐嗎 對 你還要不只衰在Joker手上 還要衰在咒術回線手上 都是糟糕的 我自己也衰在咒術回線上 可憐twice 現在可憐這些東西 怎麼辦 我是Pooerfing 現在是Pooerfing 講開Pooerfing 講開咒術 我們早兩天 在我的直播 直播講了四個小時 講了兩個半小時 其他都有一些其他動畫的討論 大家有興趣去看 講開Pooerfing 就講一點點蓮敏的種類 很快的 因為知道大家都餓了幾個星期 我們就超過溫一點點 蓮敏的種類 我看了三分二 為什麼我看了三分二 就是這部電影真的很長 差不多三個小時 不知兩個小時 還有它是三個獨立故事 三個獨立故事 我會評價一點點的就是 蓮敏的種類 你不要期望它是不好的 三個獨立故事 有一點點地拖佬那種 怪兒其誕的感覺 我如果就這樣看Postar 戴紙面具 我是想起Charlie Kaufman Charlie Kaufman 也有一點點 就是少少方誕 少少怪兒感 那種怪兒感 當然是以Postar的導演的手法去表演 我覺得有這種味道 跟Postar的導演都差不多 有些位置突然間一個大頭 一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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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絕對是 而這一套就真的很 藝術成分 藝術成分高 還有我挺欣賞這位導演寫的對白 我覺得對白是很難寫的 當然當然講三篇更加難 外國寫對白 都很多時候會用 我們前面看了 那一套 那一套 你會對於那兩分鐘的對白 你很享受 而且你覺得寫得好 或者能學到他那種文化底韻 或者想回答的東西 就算說多了 他只不過給你更多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導演的對白 我一點都不擔心他 是一套 你已經知道他這裏有什麼料 只是靠對白可以塑造那一套 所以純粹我覺得 連文匿這類武尚戲院 是一個可惜 因為始終真的這種節奏 你不在電影院裡面看 是會分心的 我就是一路看 然後可能做做阿爺 所以我頭這三分二都停了三次 停了兩次 就是中間分開了三次看 我覺得有少許Irishman那一種 你不要在螢幕裡給我看 你給我戲院我看 我覺得我看得很享受很多 真的 所以當然現在不能在戲院上 大家如有興趣 Disney Plus看 我覺得最好就是不要自己一個看 可以的 自己看的話就很容易 或者放影會可以試 帶一點螢幕 然後大家幾個人坐在一起看 會舒服一點 最多加了In Break在中間 我以為有什麼所謂 是 還有這個 這個我還會追回 最後講一點Viu的那套 剛剛結束的劇 17年命運週期 我很喜歡 應該是我覺得可以拍得住2月29 如果你要我數 可能Top5 這一套我也有 為什麼呢 就是 17年命運週期的故事說 2003年有SARS 20年有COVID 中間17年的一個間距 其實就是兩段時空的同一個角色 2003年年輕版 還在讀書 另外20年經歷COVID 已經成年版 它就是以一個很大的架構 其實很大的 講香港的兩個傷痛 是 是 他講這兩件事 而 他的架構很大 但是他寫的東西很小 我就很喜歡這件事 就是 他的角色 年輕和成年的心態上的轉變 他留了很多憧憶 作為追劇來說 他有不停地很多問題 每一次有很多憧憶 令到你覺得 究竟這件事去到最後是怎樣 其實2月29和9090年20年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很多問題未解開 所以有那個追劇度 這次是淡淡然一點 但是淡淡然一點 那些東西很好吃 因為那些東西就是 他有一段譬如 我recall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小時候 會覺得某些難關很難很難才過得到 譬如我們考試零雞蛋 已經覺得天下降下來那一陣 很大壓力 其實 回望過去 回望過去 你會覺得很少很少很少的事 很少的事 這個是中心思想來的 2003年我們怎樣 我們當時覺得SARS 假日是世界末日 你想想那個勁度 在說20幾個百分比死亡率 當時如果有經歷的 你一定覺得很瘋狂 已經過了 接著再去到早幾年前 我們被抽空的三年 COVID 也是的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 大家都有瘋狂 我覺得這部劇 雖然來得遲了一些 如果COVID那時候來 大家會重的機會 心情上會重的機會多些 但是你很難那時候 沉澱出來 但是現在回望那段時間 你就會覺得 我們又過了 過了之後 其實等同你 他把這兩樣東西 去映照你人生裡遇到的難題 其實 裡面Fish做的角色 其實他的劇不劇透號 他有個難關還沒過 但成年版是他 他其實整部劇 就是想過那個難關的 很純粹 很個人 你怎樣過你自己的難關 你看一下這班角色 他們 在大事態下 年齡版那些演員 很多都是首次拍劇 甚至有些是首次演戲 而我覺得是導得很好 我覺得有個演技師 阿Mo做的工作 是做得很好 令到我整個年輕版 反而我覺得是更舒服 我更加興奮 當然Fish很好看 鎊男也很自然 成年版我都很喜歡 有阿朗做 Fish很好看 有李敏做 另一位女主角 女配角 我覺得整件事很努力 就是他拍劇得很重 很好看 年輕版好看 成年版好看 他的故事是很細緻 亦都說了很香港的一些大事件 大氛圍的事情 而且他不是用來做時代背景那麼簡單 他真的和那個空間的狀態 等於我應該幻想到導演 是在寫當年03年 挖掘自己的心情 出來寫在角色上 所以我覺得很好 寫得很好 而且我昨天晚上 我特意看完大結局才睡 因為我追不到9點多那個 那我就看了尾和尾那一集 看完三點 而看完三點之後 我就覺得 我想從第一集再看一次 好像挺棒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我知道收視率應該不是很好 因為始終這個題目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 還有沒有一個一眼中 令人叮一聲想追的感覺 因為始終很少品 對 所以都希望值這裡推介一下大家 上Viu看看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一個劇 要支持一下 就是這樣 好 那今集來到這裡先 到家事給大家 我們下一集就繼續 好 那集就就這樣 拜拜 拜拜